您好 欢迎收看12月23号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我是周景瑜 头条交点带您关注 执行脱掉勤务 不料司机疑似经验不足 竟将后方车甩了出去 高雄一名蔡姓男子 在今天开脱掉车行经转弯路口时 一次骑踩刹车力道过猛 导致后方被脱掉的车辆 直接脱钩滑了出去 撞到路旁整排机车才停下来 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一名黑衣男子在路旁叫车前方 卖力装上辅助轮 费了一番功夫后正准备要离开 没想到一个回转意外发生 被拖走的黑色轿车 竟然从旁冲了过去 甚至脱江野马般 直接冲撞其他摩托车 我看到的时候 他的车子是逆向的 他跟他很贴说 被人家撞到要 后续要怎么处理 不然下单车子坏掉了 整排机车无故遭撞 当场东倒西外 还出现摩擦痕迹 警方到场赶紧贴上纸条 通知车主 这很夸张啊 因为毕竟 虽然车子可能有某个程度的违规吧 但是还是要确保我车子的 的那个完整性啊 这起意外发生在23号早上8点多 一名猜信男子驾驶脱掉车 在中华三路执行轻悟 过程中 以似经验不足 导致转弯踩刹车 后方车辆受到作用力影响 顿时往前冲 接着脱钩 让停在车阁内的六台机车 无辜受到波及 索性没有人受伤 本所立即通知交通分队 及机车车署到场处理 详细发生原因 待后续调查处理分析 目前肇事原因 警方还在理清当中 而根据了解 蔡信驾驶是新的司机 才刚上路没几个月 却没想到一时误判 就创下大祸 如今恐怕还得付起巨额 赔偿责任 这天还玩一如往事成功 上层不到